哎你快点 为啥还有事呢 耽误你负责呀 好了 给我开了 前一分钟就开了 说好了给一百 这怎么开给二十啊 开会这么简单 解开你二十不少了 上开 哎哎那不行 你这样 我的店八十还能交差 工资都是明码标价 怎么了 你还不让我回家了 哎坤娘 你说好了一百 你给人二十啊 人来活动费多少钱 关你什么事啊 才一分钟就收紧一百 是你你愿意啊 闭嘴吧 看你的长相就是农村来的 跑城市里面来扛人 赶紧回农村得了 哎你这姑娘 爸 我觉得阿姨说的有道理 一分钟开锁就要一百 确实贵呀 阿姨 要是给我 一分钟时间就能开 笔巴锁弄坏了 我也是啊 给 你看看 小孩子都懂得道理 有些大人呀 就整不明白了 哎 你干嘛呀 爸给我一百块钱 小朋友这 大爷开锁费 阿姨对不起 这是陪您的开锁费 开二十块钱开锁 八姐当起贷呀 二十开锁一定的价呀 哎你这小屁孩 逗角玩呢 人啊一定要讲成性 看小便宜吃大鬼 这一切 哦对了 我们也是突然突然突然来的 但是 永远不会管你这种人 叫姐 怎样才会更完美 小朋友我是你爸爸的同事 我爸爸姓什么 叫什么年龄多大 约新多少 叔叔记错我是你妈妈的同事 他让我来接你回家 我妈妈不上班 你别把我当坏人 我真的是来接你回家的 老师说不能跟陌生人走 你这样叔叔答应你一个条件 啥都行 打席错了 我这跟你走 这王叔会做题的话 我还用手要出来骗小孩啊 还不是 赶紧的吧 回家 你别有天后 叔叔跟你开玩笑呢 这衣服真好看啊 你再不走 到底去个管吃管住的地方 我还有事 先走了 好好学习啊 好好学习 别像你一样 不好 有坏人 现在跑会被他拦住 恐怕有危险 你好 110报警中心 你好 我订一个煎饼果子 小朋友 这是报警电话 对 两根长一个鸡蛋 你是不是遇到危险了 说话不方便 对 我家住在中国 和安园6号楼 一单元2712 好的 我们马上到 麻烦快一点 我很快要去同学家写作业 好的 没问题 嗯 谁呀 送外卖的 我还可以啊吗 草子来了 小朋友 你是想要瓶子吗 嗯 给 孩子 下来一定得有文化 要不然啊 就成乞丐了 嗯 王爷爷 给 小浩然 又给了八个行的 爷爷记下了啊 谢谢阿姨 爸 你说什么叫有文化 有学历 有阅历 我感觉还差点不息 你想啥呢 还不上车 王爷爷七天没来了 你看 我散了这么多 你也是 直接给他钱不就行了 王爷爷不要钱 他 行不行吧 我和你一块儿等 你是张浩然吗 对啊 什么事 我们三个是王爷爷 自助的孩子 爷爷去世了 林斗师祝福我们 一定要把钱还给你 不对呀 老王生活这么结局 怎么可能 王爷爷说他一生无二无语 我们就是他的希望 孩子 一定要好好学习 知识使他能改变命运 我们一定要好好学习 要对得起王爷爷 对 将来不仅要有学历和乐历 更要有素质 做一个对社会有贡献的人 对 王爷爷 我来现场 继续地住 天员 服务员 我的饭怎么还没上啊 会点着什么人 我都跟你说两遍了 不好意思啊 你点着什么在乎 而耳自海魔症导致记忆力衰减 还有 你别敢 这样我看 你看 我就说他这有问题吧 哎 你看看主人的眼神 哎呀 真够丢人的 我叫建国 你能不能和我出对象 哎你你听对啊 哈哈哈 哈哈哈 勉强同意 我叫建国 你能不能和我出对象 勉强同意 建国 我50年前就答应过你了 我家老头子 肯定给你们添麻烦 我替他道歉 而且那你这样 爷爷很优秀的 孩子 遇到困难了吗 人啊 命一般封碎的 未得坚持 我得感谢爷爷的鼓励 什么时候的事 哈哈哈 你看看又忘了 哈哈哈 我这公司 都在这买红橘子下 鞋 哈哈哈 哎呀 我居然被拐卖了 我居然被拐卖了 你醒了 试试哪 我要回家 以后啊 这就是你的家 哎呦 阿姨 你怎么了 我肚子好痛啊 快送我去医院 叫这户车吧 哎不急了 有车来了 快有车 叔叔 送他去自己的医院 啊 啊 我想起来了 是我花钱 把你买回来的 要不然 你早成哑巴了 在街上 卖花呢 不可能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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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完了 你干什么 没没干什么 拿开 鞋子什么不玩啊 真难看 谁呀 老风 二十五 现在好漂亮啊 就是 坏手 好 你个没留心的 我救了一种你还 这很久 没打我小朋友 你做的很棒 别害怕 我们送你回家 谢谢 muut "? 啊 Os? 那